政界的企圖 中華當仁不浪 對不對 對 總統接近到會議 來台語討論到 直轄市升格這個地點 會議長只針對 未我們125萬人的新的官和新的市 合併升格 因爲共識 在這裡我也要珍重 跟我們的蔡總統來報告 中華官 我們雖然沒有復活神山 但是中華官的任教授超過125萬 我們不用太多 我們就可以升格 在這裡 我們中華的機械三驅 跟我們很多人生冠軍 可以說支持到我們全國 很多三驅的發展 無論說全國在中部地區 都是區居於關鍵的一個地位 為了建國台灣的過去 派財和未來 也基於我們國土的平衡 以及區域均衡的發展 生格的出道 中華當仁不浪 對不對 對 我們在這裡也要祝福 我們所有的尾 民意淡掉 大家不分農派 共同站出來 努力來建築 讓我們中華變成直轄式 這樣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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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全然青年事務 分作九位玉儸 主委分散 在這裡 引用到青年事務的推動 未來 青年的事務 就由我們青年發展處 來統籌 共同來推動 我們青年發展的政策 創業的活動 和創新的體力 建設公共參與的平台 青年居住 以及我們雙關主委的政客 提供我們更多接地企業的協助 六都之外 我們也是第一位 成立了青年發展處的一個元期 我們現在青年人 真有創作力 我靠據我們林造追先生 你跟我說的 中華人家無人材 只怕無平台 中華官政府 現在本來的 補這個平台 我更多有為的 想要在這塊土地上 發光發熱的人 有舞台 也希望透過這樣 讓我們更多年輕人 能夠預祝到我們講話 讓我們講話 能夠更加的有創意